好的確這交通部他們是美意 但是自從推出了1968APP之後 卻被地方的政府首長抱怨說有失准問題 現在台中中心大學 他們推出了民間版的1968 是利用了Google系統 能夠及時來呈現人潮狀況 而且範圍精準度是縮小 在10公尺以內提供給民眾另一種選擇 我們的資料是來自於Google Map 它本身既有的統計資訊 那這些統計資訊它會每週都去更新 中心大學老師研發出民間版1968 利用Google地圖提供的數據資訊 匯展在一個網站當中 命名為避開人潮PK1968 實際操作以親近農場為例 交通部為了分流五一連假 各地出遊人潮將1968APP再升級 提供兩百處熱點人潮示警 讓民眾能預先掌握人潮狀況 不過卻被不少地方政府首長抱怨 資訊不准 官方版和民間版比較看看 交通部推出的1968 是利用中華電信基地台連線 覆蓋範圍最遠到40公里 以基地台三個月連線高峰人次 平均數為基準 加強版大約10分鐘更新一次 會以紅黃綠三種燈號 來呈現車流或人潮是否過多 而民間版的1968則是會整Google地圖資料 統計範圍精準都在10公尺內 數據每周更新修正 而且還能呈現即時人潮數據 以長條圖呈現各時段的人潮情況 Google在統計這樣的一個數據的時候 其實就是平常大家手機呢 只要有安裝Google Map 那你有把定位記錄這個功能打開著 它其實就無時無刻在記錄著 所有的人的行動位置 那只是說呢 它這個部分它會做去識別化 保障個資 中興大學研發出APP提供全台近200出熱點 除了官方的1968 五一連假民眾有出遊計畫 民間版的APP也是另一種選擇 記者石凱迪台書報導 記者石凱迪台書 記者明言